嘿,哥们儿,起床了,来来来,一起做糖饼啦 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糖饼挑战吧 首先呢,我们要到超市选购一些材料,看这是什么 各种型号抠糖饼的针,我们得来上一包 再来一袋白砂糖,一袋小苏打,采购完毕,赶紧回家了 这个家伙怎么还在睡呢,快起床啦 诶,这是什么,怎么摆了一桌子啊 让我想想,这个好像是鱿鱼游戏里的糖饼形状吧 哦,这里还有一块写字板,看来就是这么回事了 让我做糖饼啊这是,没问题啊,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啊 先把炉子拿过来 嗯,这个是打火机吗 看来还真是,我们把火点起来 哎呦,还挺烫,温度升起来后,我们把底座放到上面 接下来,在容器里放一些糖 嗯,不对,这个好像是苏打粉啊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先放一边 再看这个,感觉像是鸭糖饼用的吧 这个嘛,应该是个铲子 那这就是我今天要做的糖饼形状了 看完工具,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在小锅里倒入白砂糖 开始用勺子搅拌 不停地搅拌再搅拌 好了,现在已经化开了 继续搅到起小气泡,放入少量苏打粉 继续快速搅拌 好了,咱们把它倒出来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来给它翻个面 用力地按压一下 把我们的形状模具放在上面 再用力按压 看,一块小人形状的糖饼就做好了 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再做一个新型图案的 接下来是一个五角形图案 看起来还不错吧 糖饼制作完成 接下来是更有难度的抠糖饼环节了 这么多大大小小的针,用哪根好呢 先拿这根最大的试试 我戳,我戳,我戳,戳,戳 手都酸了,继续加油吧 感觉差不多了呢 试一下 哇,这是抠好了吗 我太厉害了吧 再来挑战这个小人 五滑,五滑 诶,不错 这边已经抠下来了 另外一半应该也不是问题 哇哦,我的小人也扣好了 最后来扣我们的爱心 用同样的方法,我戳戳戳,滑滑滑 看,这么快又扣出一半了 好,居然又又又成功了 真是完美的一天 再配上一杯卡布奇诺奶茶 咱们的下午茶就做好了 接下来给大家品尝一下 先吃一项爱心 嗯,好酥呀 好吃 大家都学会了吗 赶紧拖起来吧 谢谢大家 更觉得 Dank 好赶紧 跟他快走 吃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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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项